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需要呼吸器 另外 今天有60名病患康复出院 让我国累计康复病患达到320人 世界卫生组织已经临席我国 作为其中一个参与研究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药物的国家 卫生总监 Dr.Nohishan表示 卫生部将会和世界卫生组织代表开会 商讨接下来的工作 相关研究将在双西毛诺医院进行 我们将在双西毛诺医院进行 医生总监 Dr.Nohishan 主持了全国危机准备与应对中心会议后指出 政府将会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 审查我国新冠肺炎的死亡病例 卫生指出 这个名为全国新冠肺炎死亡例基潮委员会 将由传染病专家兼前卫生副总监 来度理国中领导 并由各领域组成的专家团队协助 而卫生部医药发展组医学护理质量组 将会担任这个委员会的技术秘书 卫生也感谢 原本在今年一月已经退出的理国中医生 愿意出手相助 他也说通过这个委员会 有关的专家将会对每一个 因为新冠肺炎而死亡的患者 进行微观管理 对治疗的过程进行审查 并希望透过审查 获取最终的分析结果 进而改善新冠肺炎患者的治疗方法 执下区部长丹西安诺穆斯指出 配合政府的振兴配套 执下区部将会拨出一笔超过3000万令吉的款项 以便调整人民组屋 以及市政厅店铺的租金 安诺穆斯发文告指出 执下区部将会呼应首善的政策 调整吉隆坡市政厅 布城管理区 以及纳敏管理区的人民组屋 公共房屋和店铺的租金 协助所有向市政厅和市议会 租借房屋的人民 以及店铺的小贩度过难关 他强调 振兴配套不只是派现金给民众 还必须确保国内的经济能够继续运作 因此政府别无选择 只能推出耗资数千亿令吉的配套 就是为了让经济能够继续蓬勃发展 否则国内的生产增长将会停滞不前 严重的话甚至会出现负增长的情况 政府将在近期宣布更严格的行动管制令指南 然而在这个时候 社交媒体上就有传言指 我国将实行紧急状态和宵禁 对此国防部高级部长 达特随伊斯玛·萨比 驳斥有关的传言 诉许民众不要听信假消息 伊斯玛·萨比表示 政府将宣布更严格的行动管制令指南 包括收紧采购日常用品和食物的限制 有可能限制人民购物的时间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 商店会一样开门饮业 所以民众不用担心 另一方面 伊斯玛·萨比也提醒 非政府组织不能延护派发救济品 他们可以将救济品送到各区妇女部 旗下的福利局 由志愿警卫队和民防部队负责派送 在这个口罩严重短缺的非常时期 一些有心人士竟然趁机牟利 制造网购口罩的骗局 对此 大马皇家警察已经开档调查393起案件 而这些案件所涉及的金额高达300万令吉 大马皇家警察 可以帮助约数码卡 以及约数码卡 所以我希望 让民众或民众在外面 帮助约数码卡 和骗局这些案件 另外 警方和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已经开档调查 114起散播假新闻案件 当中包括7宗昨天开档的案件 对于社交媒体上 流传我国将落实戒严的指控 国防部高级部长 Dadosri Ismail强调 这些都是假消息 促请国人不要听信谣言 首相Dansri Muhyiddin是在3月25号时宣布 将行动管制令的期限延长到4月14号 政府将会谨慎处理相关事宜 必要时 政府将会向全民发出通知 吉兰丹首府哥达巴鲁被列为新冠病毒红区 目前警方已经加强执法管制民众 禁出哥达巴鲁 昨天 警方一共逮捕了14名违反行动管制令的男子 并且扣留他们三天 直到星期一协助调查 吉兰丹总警长达多哈萨努定透露 落网的14名男子 年龄介于17到40岁 他们分别在古邦格亮 莫罗 宾寨 以及加兰瓦克夫 在那国达巴鲁被警方逮捕 哈萨努定表示 警方是援引预防和控制传染病条文 逮捕这些为例者 一旦罪成 将被罚款不超过1000令吉 或坐牢不超过6个月 或两者监视 国防部高级部长 达特徐 Ismail Asabi透露 星期五有五所清真寺 末世行动管制令 举行取导活动 结果警方一共逮捕116人 他宣请所有民众 要遵守政府颁布的行动管制令 因为这是遏制病毒 蔓延的唯一方法 因此警方只好展开取地行动 将违反法令者逮捕归案 此外警方也发现 四所清真寺违反管制令 因此同样取缔 违法的人 柔佛四名男子 无视行动管制令 相约外出钓鱼 结果被巡逻的警员发现 将他们逮捕 戈打丁仪警区主任 阿什文巴扎警监发文告指出 警方是在昨晚9点45分左右 在戈打丁仪丹荣树里 勒松森林河的桥上 发现四名男子正在钓鱼 当警员上前了解情况时 四人企图逃跑 经过一轮追逐后 成功逮捕所有人 他表示 这四名男子年龄介于13到42岁 当中包括一名中学生 警方将援引2020年 防范与控制传染病条例 一须举措第七条一项条文 以及刑事法典第186 妨碍警员执法条文 调查这起案件 行动管制令第11天 槟城警方已经逮捕了 12个违反条规的民众 对此 槟城警方表示 非常失望 因为截至目前 依然有不少顽名不灵的民众 拒绝遵守法律 槟城威北县警出局任 诺赞尼表示 警方已经多次发出指令 要求民众离开 但是依然有民众不听劝告 警方被逼将他们逮捕 他补充 警方首先在 刮拉姆拉的一个凉亭 逮捕了六名男子 接着在尔宇市场 逮捕四名在外流达的民众 他们其中一人 证实对毒品检测 呈养性反应 其位的两人是因为 在凌晨时分 在漫漫针接骑摩托 而遭到警方逮捕 这些被逮捕的民众 年龄介于18到57岁之间 警方将会扣留 他们四天协助调查 行动管制令期间 全国各地警区 都在执行监督任务 为了解决口罩供应不足的问题 乌鲁登加路警方 呼吁警员自制防护面罩 以便在执行任务时 能够做好完善的防护措施 乌鲁登加楼警区主任 妈妈阿德利副警监表示 在口罩有限的情况下 资源应该优先让给 前线的医护人员 因此 该警区警队决定 自制防护面罩 加强防护 他指出 目前该区警队 已经制作超过200个 防护面罩应急 而当局是动用该警区的 俱乐部基金购买制作材料 每个防护面罩的成本 只需50仙 他透露从今天开始 该警区的237名军警人员 在执行时 都必须佩戴 警区自制的防护面罩 以做好完善的防护措施 避免受到感染 在政府实施行动管制令期间 街上已经变得冷冷清清 这个时候就是消毒的好时机 今天 吉隆坡数个单位一起合作 展开大型消毒行动 而位置选择从第二疫情区 大城堡清真寺开始 展开第一阶段的消毒行动 这场由联邦直辖区部 国家安全理事会 吉隆坡市政局 阿南弗拉和警方联合 展开的大型消毒行动 在联邦直辖区部长 丹斯瑞·安瓦·穆萨 和市长的见证下展开 这次消毒行动 出动超过50个人 7辆喷雾车和4辆水车 从拉丁路到美拉斯路 等11个路段开始消毒 这些地方都是围绕着 大城堡清真寺的周边地区 安瓦透露 有关行动是配合 国家安全理事会 与内阁早前发出的指示 而展开 采取积极措施 遏止病毒蔓延 新冠病毒疫情爆发 冲击各行各业 尤其是旅行业和航空业 大马航空委员会预测 我国航空客流量 将在2020年 回缩36.2%到38.1% 大马航空委员会 在第六版的工业报告中表示 我国航空业预计只有 6,770万到6,970万名乘客 远远低于2019年 全年最高的1亿920万名乘客 随着疫情恶化 国内外游客预计在今年 取消1,400万个座位航班 此外国内航线将减少15% 国际航线则减少20% 大马航空委员会 强调 这不仅仅是我国 全球的航空业都将受到 影响和冲击 因此大马航空委员会 将继续监视发展 做出相应的预测调整 感谢 sebelum mendapatkan rawatan susulan ketujuh sentiasa peka kepada maklumat terkini daripada WHO 就好 是 我们下期三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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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大家说 我们下期三个月 因为我们下期三个月 我们下期三个月 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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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三个月 准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